有講過類似相關的Sample裡面會用到陣列的 比如說像什麼像這個和洛茲樹也是一個陣列 那陣列讓它做排列 也就是八個方向加起來都是15 那當然我們用判斷 不過也有更快的方法 只是說如果陣列假如用ArrayList來做打散 另外的話讓它隨機亂跑 我們是用那個Random的方式讓它重新排列 不過在Collection裡面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它也可以打散 那如果說我們要把它改成ArrayList的話 這邊我是有另外再把它改成第五種寫法 那這邊各位可以來看一下 基本上有哪一些地方需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在建立一個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建立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ArrayList這個地方 那這個ArrayList的話 我是給它Integer的一個格式 Integer 然後就整數 裡面的話我名稱叫做List List 這個List裡面放什麼呢 放1到9 因為我要讓數字就1到9 所以這邊的話我跑一個回圈 中間放一個add 那add i的話 這個值就是分別把這個值放到那個List裡面 分別是1到9 所以這邊有一個等號 1到9 加加 OK 那把這個1到9的值放進來之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 我就在Do的地方 我先做什麼呢 先做打散的動作 那這個collection這個類別裡面 這個類別裡面有一個叫Suffer的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可以把你List裡面的資料做打散 就是說你只要Suffer 然後把這個List放進來 它就會重新亂排 重新亂排 然後重新亂排之後的話呢 我要讓這個Integer重新再產生正列 就是說我打散之後 利用這個Suffer把它重新打散之後的話 但是呢 我要把它放在放給這個b 這個b的正列的話 那特別注意 我要把List怎麼樣 to array to array